这个根号其实就是我们处理实数问题 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 那我们看一看 究竟如果一个根号里面再隐含着 另一个根号的一般处理方法是怎样的 那我们看到这些问题 其实这些一类的问题 都可以generalize 成这样的形式 就是当然一个大根号 里面有一个常数项 是A 加2乘以跟好B 这样的形式 那我们就会说 这一条式 就等于 跟好X 加跟好Y 这样的 那一会儿你就可以看到 究竟为什么会切这样的形式 那 顺带一提 这次要generalize 所以 如果你看到的 这个根号外面的符号是减的 那我们也順便包含这个减的 既然是这样 你看到一开始有这个大根号 就是这个大根号 那我们呢 要怎么办理这个大根号呢 当然就是整条式 square 这样 这条式的左手边呢 就会变成 A 加2 跟好B 我们先处理了加 稍后再看一看减的情况 那 右手边呢 我们就会 这个 平方了它 就没有了跟好 X 这个又是 加Y 然后再加 2个 跟好 X Y OK 那如果呢 有减好的话 今次是 行动的减好 那 就把这个变回到减好 把跟好前面 这个变回到减好 哎 那 这个数据就差不多 OK了 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同类行 是不是 这一个呢 就只是 孤零零一个常数而已 那 这里呢 就变成了 又是两个常数 加在一起 那 所以 我们就会有 这个方程 X 加Y 等于A 这样 那 然后呢 我们首先对比一下一件事 就是跟好前面的这个系数呢 它 大家同样都是2 哦 那 如是者 所以我们就可以安心说 那 由于符号一样啊 那 我们可以安心说 这个跟好呢 里面的数 就等于 右手边跟好里面的数 那么我们就会有 另外的一条代数式 X乘以Y呢 就等于B了 那 而是者 这条数 就差不多搞定了 如果我们将它实际 Api 回去 这一条方程 那里 那就会变成什么样 啊 这就不是方程 这就是两次的根式 那 Api 回去 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呢 我们就会有 这样的方式 X 加Y 等于这个常数项 就是5 X 乘以Y 等于 跟好里面的这个数字 就是6 那 接着下来呢 你只需要将其中一个未知数 踢过去右手边 这条加的色 再将它代入去 下面的这条方程 那我们就会有一个 二次方程 解了它呢 那我们就会有一个答案的了 那这个就是 就是 回到一个 基本的代数运算 那这里就 不购乱这一样东西了 我们就集中讲一讲 那一个更好的处理方法的 那所以呢 这条式呢 我们就会有 X 加Y 等于5 XY等于6 那出来的form 就是这样的嘛 跟好X 加跟好Y 这个加嘛 那我们 会解出 这条数解出来的解呢 就是 X 等于3 Y 等于2 那么3加2 就是5 3乘以2 就是6 那所以 我们最终 最终得出来的答案呢 就是 跟好X 加跟好Y 那我们就会有 跟好3 加 跟好2 OK 这个就是答案了 我刚刚呢 就说过 跟好呢 其实需要是这个form 那有没有见到呢 这个跟好外面的这个数字呢 是需要是2的 那接着来呢 就讲一讲 如果这个数字 这个数字 啊 古惑的2 那他那时候不是2的人呢 的处理方法又会是怎样的呢 那现在手楼上呢 就有4条数啦 那全部呢 都 找不到我们刚刚所说的 古惑的2 那我们可以怎样做呢 那第一条呢 就是有4减这个跟好12啦 那这个跟好12呢 那这个跟好12呢 我们其实就可以 handle2出来的喔 那看一看啦 如果 这个跟好12 我们可以将它 质因分解 分解成为 2乘以2乘以3 那而配合这个 跟好的意思呢 就是里面 每两个相同的数字 我们可以拿一个出来 那这个呢 就会 变成2的跟好3啦 那换句言之呢 就是这个里面的跟好呢 就可以写成 4 减2 的跟好3啦 那之后我们不难找到 有一批数 它们两个加上是4 它们乘在一起是3 那就是3和1啦 那所以我们有 跟好3 减跟好1 也就是1啦 那第二条呢 就是 今次不是有个2 那 instead我们有个4 那我们又可以怎么做呢 那我们可以 又是在一边写啦 这个4的跟好5呢 呢 就可以把它拆开啦 成为 2 的2跟好5啦 对不对 但是这样写是不行的 那我们唯有将个2 乘入去 而 将这个乘入去之后 由于 要将这个 带入去呢 带入去跟好里面 那我们会 double count 那就是2 2乘以2 乘以5的 那今次呢 里面呢 就会等于2 跟好20啦 那所以这条式呢 我们就会变成 9 2 2 跟好20啦 那然后就是找一双 xy 那x加y 是9 x乘以 是等于20的 那我们就有5 和4的 那所以就有 跟好5啦 和 减 4 也就是2的 那一般来说呢 我们找那一双xy呢 我们会先写了大的那个 那么 慎防它减减完之后 我们要出一个正数 那让这个跟好里面有意义的 那在这里说完啦 那至于下面的这一条呢 那今次这个15 外面又没有数 里面又拆不到2 那可以怎样呢 那见到这些情况呢 我们就唯有 压操来啦 是啊 整天都是这样的 那么 怎么把它оль divided 怎么练 cutter呢 我们就在麽你们 comput safe 只是那边 那上面就是8 加2 和 15 那之后我们就找一双 两个数 双加是8 双乘是15 那分别就是 提到5和3 再说 quindi 现在就按我的数 加更好3 但不要忘记我们还有一个 份母的部分 这个是更好2 一般来说 其实在这里是圆的 但是我们这些人 经常会遇到 份母是更好的问题 可能觉得看不顺眼 那怎么做呢? 我们一般都会把 份母有理化 你可能经常会听到这个份母有理化 主要要做的就是 我们在份母的部分 将会再成一模一样的东西 又或者总之我们要将它有理化 就是剔走更好的东西 在这个案子我们只要份子 份母同时成一个更好2 写在左边 更好2 那就行了 这个更好2 要全部成全进去 所以最终我们的答案 就会有这个样子 下面是2 上面 就是更好10 加更好6 OK 那对于下面的这一条来说 我们这次又是什么都没得做 可以怎么办呢? 这个更好428 这个更好425 那我们就可以 尝试 踢出一些 叫做公恩的东西 那我们有踢出更好3 那里面还有 更好16 更好16就是4 4 减这个 跟好15 那有没有发觉 这个 括弧的部分呢? 就是这个 4-跟好15 就和上面的这个 一模一样的哦 那我们就可以很快 很简单地出到 这一条式的答案了 那这一条式呢 我们这个更好3 一拔它出来呢 那两个更好 就变成 这个更好的4次方3 那而这个东西呢 我们就直接套用 我们用过的答案了 只不过 这一个 正好 今次就变成了负好 是的 这一个负好了 那我们只要 小心一点 把正变回负 那就是这个答案了 所以我们得出来的答案 就会有 跟好4次方的3 成这个 跟好10 减 跟好6 然后整个 over 2 就是这个意思了 那 今次讲了 这四条简单的 二次更式 跟完又跟的式 下次再继续讲其他 下次再继续讲其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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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